調整其實就是AutoFits 記得最後再把它取消掉 游標再點回A1 應該就完成了 那一個查詢系統 就這樣的方式建立了 那如果說將來 你要把這個拿去當 範本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大概就是只要改什麼地方 1 這個地方的range 因為我們是A1一直到L 250 其實你那個範圍一定不一樣 所以你這個地方需要修改 另外第幾籃也不一樣 其他好像 都差不多 我印象中 如果你要拿這個來去查別的 好像都差不多 只是說也許你不是業務 你是什麼什麼欄位名稱 放過來就OK了 所以等一下如果這個OK之後 其實 同學也可以改一下 比如說改成篩選產業別 OK 但是特別注意 等一下你們可能會發生 比較容易出錯的就是 如果 底下已經有菜頭了 你不要像之前有同學 就是說 再打一個菜頭 如果你再打一個菜頭 會怎麼樣 因為 在Excel裡面呢 他不允許 同樣工作表名稱 所以如果你按確定的話 那程式一定會卡在這裡 這個是最容易犯的錯誤 同學說 老師怎麼又壞掉了 不是壞掉 因為你會發現 在這一行 Name有沒有 OK 就掛掉了 所以當然 如果說你要防呆 所謂防呆 就是說 就是會有user 他就是已經有 一樣的名稱 那他又打了一樣的名稱上去 這時候怎麼辦 你要幫他 怎麼樣 防止這個問題發生 那比較好的策略是怎麼樣呢 應該我覺得啦 你比較貼心的話 他會再重新打那個資料 也許他原來的總表資料 已經update 那他要查的應該是新的 所以你比較貼心的做法應該什麼 先幫他把舊的刪掉 再幫他查一個新的 增加進來 這樣可能會比較貼心吧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說 如果他真的又 又查對不對 那第一個你先把 刪掉 再幫他查一個新的過來 這樣應該 比較OK吧 更貼心也許你可以 在刮壺 今天日期 工作有名稱 對不對 或者是說 甚至不用幫他刪掉 後面幫他補一個 今天日期 那這樣就有區隔了嘛 不過就怕說 他會有可能就是 同一天他查兩次 對不對 所以 有的時候當然你 設計一個軟體的時候 我會想的比較遠一些些 所以如果這些問題都幫他考慮到的話 你一個系統出去 基本上 就不太會有人來煩你了 因為都會 很穩定的去walk 只會 聽到 你這個系統太好用了 沒有他好像 很多事情沒辦法 很好的處理 那 當然就得到好處了 OK 所以這裡我想各位 先試試看 請各位先開啟那個 問題05 OK 然後呢 我這邊是有一個 最後的完成的範例 在問題05裡面 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個程式嘛 那你可以試試看 就說這邊是一個那個 錄製的過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如果你懂得 這些流程的話 基本上 它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 查詢系統 所以以後呢如果你要建立一個 簡易版的查詢系統 或許你也可以拿我拿來方範本 一個查詢系統就完成 所以你身邊應該有很多資料 在那個 Excel裡面如果你有大量的資料 每天都需要 做資料的查詢的話 我是建議你乾脆就把這個 寄下來 然後呢 儘量 常常用 然後呢 以後的話 甚至我覺得 以後如果你 不一定 完全需要資料庫的話 乾脆你就是直接把什麼 你車友這個拿來當一個 簡易版的資料庫 應該就非常方便 不需要說繞一圈 以前的流程上 先把資料先丟到資料庫 再從資料庫再撈資料回來 可是問題你不好控制 你那個資料都在 那個資料 就是 權限也不是你的 那 如果說你 你可能不太需要 一定要放在資料庫的話 我倒比較建議你們可以 直接乾脆 就在Excel裡面 做一些 那個 資料的查詢動作 那流程的話大概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些 可以試試看 好